我在67岁的时候 我报考优利兴大学 他录取了我 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个机会读大学 我很高兴 我是欧阳强博中医师 目前我在新加坡同期医院 当助诊医师 我当中医师前后已经20多年 我是2020年级 新耀社科大学毕业的毕业生 我报这个汉语语文学识的目的是 第一要提升我的华文水平 第二就是我要圆我小时候的梦 因为我没有办法度大学 我在20多岁的时候 所以这个都是我一个遗憾 年轻的时候 我是已经度了新加坡公益学院 所以我不能够再报那时的新加坡大学 因为我想度新加坡大学的建筑车会计 他说你不可以再度了 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我毕业新加坡公益学院的时候 自立更生自己开诊所 这张是新加坡公益学院 这个文凭就是我刚才所介绍的 就是万波罗University 我study的是BBA Enterpenal Study 2005年的 这两张文凭呢 一张是真九文凭 一张是中医内科学文凭 这一张呢 是我北京中医大学硕士 中医内科学毕业的诊书 2006年 这一张是我在北京中医大学 毕业的波士学位诊书 是2012年的 这张是我在厦门大学中医系 毕业的学士学位毕业诊书 是2013年的 这一张是我刚刚从新悦 是设计大学毕业的 中国语言语言读书 2020年的 度这个课程 它最大的难题就是 语法 语音 还有那些汉字 还有那些文言的古文 在这一方面我是花很多时间的 我必须要上图书馆 上网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多数的时间 要平衡着一些工作跟学习的时间 我们只有跟我们的家人说 Use mode 有一些好像要去外面吃 聚餐都不要教我了 因为我的头脑是不可以断的 这一点我是感受到他们有一点抱怨 怎么每次我们有一些聚餐聚会 爸爸都不在的 或者爷爷都不在的 公公都不在的 我的孩子 女儿都会支持他去读 因为他的爱好就是读书 所以我们不辛苦 他因为他喜欢读书 他刚才跟我们讲还要再去读 他比较喜欢读 所以他是读不完的 读书的过程是很累的 马不停蹄的 头脑不可以停止的 所以我很努力地去学 我一定要讲我自己行的 不要讲自己不行 我们一定要读到毕业为止 所以我一直自己在鼓励自己 我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鼓励那一些像我同样年龄的人 回来校园在哪一个学室 证明他们不是头脑脑化 而是没有激发他们用这个头脑 希望他们可以以这样的形式 活到老学到老 调查的结果65岁到79岁的幸福感是最高的 而且他们经济独立 没有家庭的负担 我一直都没有停止学习 我一直在追求新的知识 追求知识感觉是一种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